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明年4月在花莲举办 县长许正为日前在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的陪同下 拜会了体育署副署长洪志昌 双方就赛事规定做了初步的讨论 交换意见 期盼能够给予学子们完善的舞台 发挥训练成果 同时带动花莲的地方发展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今年4月在云林落幕 而花莲县府曾于90年93年办理全中运 这次成功争取到111年全中运主办权 花莲县长徐正为日前在教育处代理处长劳中陪同下 拜会体育署副署长洪志昌 双方就赛事规划做初步的讨论交换意见 预计明年全中运将有22项赛事在花莲举行 期盼中央能够给予地方政府经费益助 让硬体软体设备 举盘开闭幕典礼 动线规划 运动设施设备 场馆配置等 都能给予选手优质的赛事体验 花莲县教育处表示 去年全民运整间28项赛事场馆 包含中华国小 国服运动员区 直排轮竞速场 曲棍球场 以及6座锤球场 1座足球场 1座棒球场 明年全中运会着重规划选手休息区 热身区 场馆屋檐等 执盘给予选手们 更舒适的比赛环境 接着讲邦彦华林师报导